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都是受核輻射會影響它的基因的構造 整個研究最有多數據就可以從一些核災難的地方找出來 所以在赤諾貝爾核電廠出事之後 甚至乎如果講到廣島元爆之後 你都發覺到處去追蹤一下 這些輻射對於人和周圍生物的基因的影響 如果大家有時去一些英文書店去找攝影集 其中有一個攝影集是專門拍攝那些 在赤諾貝爾附近受到輻射污染的動植物生態 譬如你看見花、果是畸形了 是有這些東西的 大自然裏面不同生物去對抗輻射的能力都有不同 當然有些如果受到它影響就畸形了變形了或者變異了 也都看到有 而且我們看到整個生物演化裏面 一些比較原始的生命形式都是那些很容易就受到輻射 就改變了它那個基因的一些這樣的生命體來的 就算不是生命體你說病毒 譬如人類來講有什麼病毒是很容易就受到外來環境 就改變保存自己的基因資訊能力很差的呢? 譬如我會說愛知病病毒都是其中一種來的 另外我們知道就算冠狀病毒引致肺炎那些 也都是變異可以比較快 但是差了它就沒有這個愛知病病毒這麼快的意思 人呢譬如說一旦很多時候它保護不了自己的基因資訊 出現變異的時候 那這些就是可以因為化學的條件而產生 譬如它所謂的致癌物就是一些化學的物質 令到我們的基因變異 令到就是暴露在輻射之中令到基因資訊改變了 但是一旦修復不了 那這些這樣的變異一直繼承甚至擴大下去 最後就可能會出到一些就是糧性或者惡性的東西出來 但是是不是全部生物都會這樣受到破壞的呢? 基本上你有得遺傳基因資訊的東西 一旦被外來環境改變 那出現變異 那你可以說所有生物 甚至乎有些不是生物 但是只要它有基因資訊的東西 它被改變了 那就會受到這個輻射或者這些致癌物去影響了 那如果在赤爾諾貝爾那裡呢 其實現在去找有沒有資訊生物是例外的 就是沒有這樣的影響的 其實都不止的 有一個就是我稍後再講回赤爾諾貝爾 我們以前都經常講過一種叫Tardigrade 水紅蟲 一些在那個顯微鏡下才看到的東西 我們發覺它很特別的就是 它很抵得輻射的 放在宇宙空間那裡 真空條件之下都可以不死的 然後它也有能力將它的遺傳資訊保護下來 就算受到很強的輻射照過 它繼續能夠繁衍生存下來 那如果在赤爾諾貝爾那裡呢 咦 這樣都會找了 我們說見過有些植物都畸形了 但是會不會都有一些例外呢? 那就有了 剛剛在這個星期的新聞上有提過 台長現在畫面上都展示了幾條蟲出來 它就在這個赤爾諾貝爾附近的地區 具體的哪個地區 我們就不清楚了 它就在那裡附近的那些植物的果實那裡 和土壤那裡就找到那些蟲 那這些蟲就嘗試去看它和周圍附近遠一點的環境 就是說沒有受到核輻射污染地區 那些蟲的基因排列來做比對 就竟然發覺 經歷了差不多三十多了 未到四十年 就是三十多年的這個輻射的污染之後 這種這樣的蟲 它似乎那個基因怎麼改變 就是沒有什麼 因為它經歷了很多代秀 到這個輻射的照射之後 那個基因會變了很多 竟然沒有 那當然了 我們之後問的問題就是說 這種這樣的生物它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它有一個什麼的機制來幫它的基因穩定下來呢? 其實這裡就叫做可以由這種蟲提供一個更加重要的研究的對象 就告訴我們聽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保護到我們的基因資訊呢? 是啊 但是是不是因為它是一些比較簡單構造的生物 所以它的基因的修復的速度和能力會高一些 其實具體都不太清楚 我們發覺很多時候這些能夠抵抗輻射這些東西 都是一些比較小的生物 大的生物呢 不是說它沒有這種機制 而是往往越大越複雜的生物呢 很多時候就是你其中一個器官歪了 你整個生命系統就會失去了平衡了 人就是你可能隨便一個 我們都會問的 人有哪個器官是你真的整個割了都還能保命的呢? 有人就說胃啦 還有一根的腸 肝你不見了一大塊都還可以生得回 肺勉強之後沒有了半個都還能頂得住 但是有一些 你說腎的 都是要有兩個沒有了一個都還好 越說越多 越說越多 是的 但是其實同時你也知道 就是這些器官一生病了衰竭了 基本上人就是沒有了的 是不是? 所以那個越是複雜生命 你會發覺就是越是衰了一瓣 就越容易就是一路滾到山坡就回不了頭 蟲就誇張一些 比較一下 你看有些蟲 你會發覺你切了半條它會生的 是不是? 你會發覺這些簡單生命 很多時候都有一種能力 就是它可以自己再生的能力 有時候甚至乎蟲瘋到就是 你切了頭出來之後 頭自己生出來變了一條新蟲 另外沒有頭那一部分 又自己生出來變了一條新蟲 最後變了兩條蟲 是不是? 那比較之下人可以嗎? 就是絕對沒有可能 只是這裡你已經看到那種 比較簡單的生命體 它的那種叫做 抵禦破壞的那種能力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裡就是講到它的再生機制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要講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就講的 原來在這些簡單生命體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找到一些例證 尤其是在簡單生命體裡 因為它的基因資訊是比較少 比較簡單 一旦它出現了這些自我收穫 和一種基因保護的機制 我們就特別容易用它來做研究對象 來找到答案 其實如果你問一些研究基因科學的人 他們都已經不驚訝告訴你 就是說基因資訊這件事情很特別的 就算一條 就是掩飾體 基因資訊就是一條這樣的鏈 一條雙螺旋的鏈 原來你發覺裡面 有一些好像很沒有用 或者重複的部分 更加重要的是 原來發覺這些部分 原來是有一些重複 最後這些重複是可以互補不足的 就是說它預先在基因裡面 就是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去想 就已經有幾個copy在這裡 萬一就是這個copy抄漏了 我原來還有幾份在這裡 就幫我填補這部分的資訊 尤其是對於一些在生命生長 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譬如腦那些重要的功能的部分 它就會買多幾重的保險 就在它的記錄基因的時候 已經有這個保險在這裡 就是有一點像以前用什麼USB手指 或者磁碟都好 故意在那隻碟裡面 抄多幾個file下去 同一個file抄多幾次 留多幾個copy在這裡 一個弄了 還有第二個 立刻調出來可以補上這樣的意思 而且它這個 不只是反映到在那個靜態的資訊層面 是在它最後整個基因 去鑽綠的層面的時候 它也能夠觸發到那種偵測機制 它立刻就懂得把那個錯誤 遺漏的部分自己補上去 那似乎在這些蟲 或者一些其他的生命 就是它那個修復能力比較強的時候 你就發覺 原來這種叫做天然自帶修護 和抗癌的能力 原來就在基因層面就會出現 那如果有這樣的修復機制 可不可以轉移到人身上呢? 這個就很有趣的一個問題了 現在就是我們從重度嘗試去找一下 就是它的那個修復機制在哪 然後我們就會想 如果這種修復機制可以轉移 不是限於某一個的物種 甚至乎你可以轉移 將它架接到另外一個生物上面的時候 甚至乎不是說那種架接 不是說在那個叫受精卵的層面 譬如說在一個成熟的生命體 譬如我從一個蟲上 可不可以拿到一個自我收護抗癌的基因出來 它將它轉移到一個成熟的老鼠那裡 將它餵一些藥 來令它能夠獲得到這種基因 這種基因可以自動在身體上 找到那個目標那裡 直接去自己剪接下去 行不行呢? 其實這些技術又不是那麼天馬行空的 如果大家很記憶 我們都記得就是 在去年美國已經出現了一個 基因改造肝臟的案例 就是病人自己本身患上一種肝臟基因的疾病 沒有其他方法去醫 於是乎我們醫學人員 就製成了一種基因的製劑 注入了他的身體之後 就自動懂得走到他的肝那裡 找到那個基因 就將它換了做第二種東西 就讓它嘗試可以overcome 戰勝了這個基因的疾病 那會不會現在就是說 當我們一個關鍵一步 就是能夠找到這些自我修復基因的機制 將它轉接去第二個人 就是移植 去第二個有生命的生命體身上呢? 甚至乎如果它是人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能力去製造一代 就是說更加有抗爛能力的人類呢? 有的時候呢 就有更加多其他故事說了 是啊 最近呢 就關於這個星際旅行 那麼誇張一點 不是星際旅行 我們只不過去火星或者去月球 路程這麼遠 我們可不可以用這種方法去增加人 去探索太空那個能力? 莫講說要去到月亮或者火星 你如果住在那些國際太空站住了一整年的人呢 他受的輻射劑量已經是很多的了 就是你硬要那個人去住兩三年 不是不行的 但是最後就是他那個輻射量太高了 令他可能呢 就是最後就在他有生之年就很容易 晚年就會出現了腫瘤這樣 在這裡就會想 住在太空站的人會這樣 將來住在月球基地的人會面對這個問題 甚至乎移居火星的人一樣會面對這些問題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大器的保護 高能的輻射很容易接觸到他們 除非他們不停地躲在那個月亮或者火星的地底那裡 就是不見天日的 是不是? 那有沒有辦法可以令到人類更加容易戰勝這些輻射呢? 那其實呢 就是你會發覺呢 兩個好像不再加的研究 你會發覺在這裡有匯合的地方了 我們會不會可以透過研究地球上面 特別有抗基因變異能力的這些生物 找到它的功能在哪裡 將這種能力 用一種基因的方法移去別人那裡呢? 那在這個星期有另外一個新聞就是說 在一位英國很有名的天文學家 不是sir啊 原來是lord Martin Rees 他就參與了一個討論就是說 如果未來人類要進行一些更加長期的太空探索呢? 你其實就需要將人的基因修復能力去提高 那我們就需要考慮到 要去製造一些超級人類 是更加有能力抵抗基因變異 才能夠執行太空任務了 那是不是x-man來的? 那我不知道x到有沒有再有其他能力了 那起碼他難生cancer先 那我有一種很厲害的能力 但是會不會再有其他的超能力 那這裏你就要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基因可以賦予到這種能力呢? 那這個可能你生一些肌肉出來呢 是很強勁的 一拳打死人的 那這個就另外啦 但是它這個抗輻射的基因的改造呢 在目前那個基因技術可行沒有? 那暫時比較天馬行空的 那現在我們都還在想著 怎樣去人工方法修復了基因變異 都還沒有說到就是 你怎樣去由基因層面那裏 去發展出自我收護能力 是 因為其實就是之前那個研究究竟 什麼機制可以令到基因 更加有自我保護能力的這部分呢 都沒有完整的答案 但是其實我覺得呢 想起來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在講著未來那個長途的太空旅程 都是在講著這個未來的三十年左右的事 那其實以那個今天的基因研究速度這麼快呢 我想其實你說十年八年呢 我們很快就會攻克到一件事就是 就是在問那個基因修護 自我修補機制的奧備在哪裏呢 很多時候最後就是 以一個去幫助一些有基因疾病的人 來去先走 然後就用到太空的任務 那當然可能台長你都 你之前我咪後也有提到 最後會不會其實明明沒有這些問題的人 阿豬、阿九都特意弄到自己 很有抗癌能力呢 那最後變成一種保健呢 那我覺得是會發生的 如果抗癌就不只弄到其他東西啦 弄到有超能力啦 如果弄到的話 這次就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回來啦 好